蓝buff 如果能够拿到蓝buff的话 他的日子应该会要比 看看应该没有机会 应该要比就是说是蓝波要好过不少 这边也是拼命的推塔 能够尽快地把塔推掉进行一个换路的话 其实对蓝波来说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蓝波他也是一个比较需要发育的一个英雄 而且他一旦发育起来的话 他这个强势之处确实是让人有点感觉无解 对的 这里的话蓝波也是在塔下清兵的能力非常的强 当然了黄子也有一个OE 不过没有蓝波这么的舒服 毕竟他初期没有能够拿到这个蓝buff 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商励一点 中路我们看到瑞兹和阿莱安娜的对线 那初期来讲的话瑞兹应该可以稍微的压制一下 是的 像这种两边都是有一条单人路 要面对对方双人路的话 就打野的选择就很重要 到底是去保自己的单人路 现在看起来在联赛里面都是以保烈士路为主 到底是保自己的单人路还是去打爆对方的单人路 这个选择的话要根据自己的战术来看了 现在好像大家都不太想那么早掉塔 所以都是以保这个塔为主 是的 因为如果你的塔比对方先掉的话 那么你整个的局面上就会比较被抖 而且主要来说的话也是因为眼位上面 现在大家都注意做很冲突 所以说你非常早的进行这样一个三人强杀一度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对方的一个及时制约给赶到 那这样一个的话很有可能就得个场势了 这边请女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蓝波不让她补刀 这个有点坏啊 因为她是有回复的嘛 是的 这个知道蓝波在EV2的时候 在没有到塔下的时候只能依靠着一角 来这边 好的 散现 非常的及时 瑞兹配合这个圣还是干很容易啊 两个人都可以 这里是直接过来想打 有机会 这边交了一个虚弱给这边的位 在这边的话非常危险 大嘴交一切了 但是这边 够炸死吗 啊 交了闪现 但其实 哎 这边瑞兹闪现了 但差了一点伤害 瑞兹是利用自己的传送 来支援了一下 可惜没能拿到人头 但说实话 刚才这场皇子不交闪现 不一定炸了死 那个血量的话 因为大嘴是比较的高的 对的 不是特别的高 他刚刚大概有一个200多的血量 他刚刚有一个血瓶 大嘴之暴的话 两极200一个炸不死绝对是 但是如果刚刚不交这个闪现的话 瑞兹赶快说不定 真的还有可能就把它给收了 因为瑞兹本身刚刚是有闪现的嘛 是的 这边我们看一下 经济的方面的话 由于刚才这一个人头 再加上线上的一点优势 WV这里算是领先 那么刚也确实像刚才开始所讲的 王子这个英雄的话 是非常好配合上打野 他配合打野一般来说 伤害都很高 打对方下路上任路的话 很有可能在前击 就是对方2v2的情况下 打不过他们 那么刚刚的话其实如果大嘴的 应该是想要拼一下 所以才没有交这样一个闪现 不然的话在王子EQ20的时候 交上这一个闪现的话 还是应该可以跑掉的 还是 好这边的话 上路的兰博 其实现在你发现没有 单人靠压路已经很难封了 就反而是发育的都差不多 你看这边的话 兰博已经到达了6级 那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说是 LM这边的这个圣 是否能够好好的发育一下 尽快地达到一个6级 其实对于整个局势来说 也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现在中国的发条 是肯定不敢太压线了 没有闪现 而且也是因为瑞兹的一波支援 却没有造成有意义的效果 导致了发条的补刀是压制了 这就是在现场的观众吗 是啊 看得我好内疚啊 人家两周连纪念日你都不去 不是 应该让你老公喊大声一点 就现场太多人了 这两个观众好像正在找 是哪一队 非常的热闹 刚刚的话也是 甚至偷偷摸摸地 是抢掉了魏的一个红buff 那这一点的话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魏就是影响 他的一个抓刃能力很强 没有看到米勒说好的女装呢 大家稍微勿躁 最近已经有两个女姐说了 大家还不满足吗 是的 一定要有三个女姐说 今天不就是三个吗 对啊 米勒还没有上场呀 这里一波大招 胜的血量非常低 直接就秒掉 我也是临死的时候 直接放了一个大招 想留住蓝薄 但这里的话 这个瑞兹 这个瑞兹 哎呀 大小的持续输出能力是很强的 是的 而且这边奥连纳也是成功的 拿到了双buff 最关系是刚刚是 那场刚刚 直接是让维鲁斯 他的大招是 连续触发的 我们看一看回放 是的 哦 我看到小米了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波的精彩回放 这边的话是 是阿联纳成功拿到这个蓝 然后瑞兹过来持续的输出 不过这一波 是不愿意放弃的 这个蓝buff 刚刚剩 然后没有想到对方四个人 非常快速的全部过来了 对 而且瑞兹这里是被维鲁斯的 最后一段的大招给大到了 对 粘住了 好 那么这边要选择要强打 哎 这边的话没有想到 瑞兹在旁边 但是瑞兹的逃跑已经刚刚是 走位走 呃 位一位走 就是有点太冲动了 是的 那没关系 这个看看能不能拿掉这家小龙 应该是不敢拿了 因为已经暴露了 暴露的话 对方的双人路也是很快赶过来支援 所以这边也是很稳 不过刚才这一波的话 还是把初期一种小亏的局面 稍微转过来一点 是的 我哥哥的同学的老婆的妹妹的男朋友和昨天那个假PDD是同学 他说给鱼岛买的鸡腿盒饭很好吃 这个关系有点太复杂了 我也觉得好复杂 没看到 但是昨天我不得不说 你真的是 没有节操 又不是小颜 这个人是不是没有节操 像这种为了胜利 不择手段的女人 我们大家说 我有怎么来 真的是 我要是赢的也不好 我输的更不好 我觉得还是鱼女侠比较好 对不对 没有啊 你输了很好啊 只要喜闻乐见的小鱼穿女装 看你这边只有一个妹子 我们这边有两个啊 对啊 招都要让一点 是的 弄得现在他这边三个了 这边的话 又回归到了下路双人路 不过看一下发育的话 维努斯一开始没有拿到人头 我发现这个发育的出装 好奇特 我们来看一下 女神之类 然后出了个面具 其实现在小面具这个东西 真的是雾美加连 基本上你是个AP型英雄 你就能出 这个非常快速打掉了 没问题 关键是他还有一个 就是出息的话 也会加一点血量 对不对 然后还有法穿 还有法伤 基本上在出息 真的是非常好用 这件装备 如果你不出大面具的话 说实话 它的一个成长性就比较的差 但是如果对一些 能够出大面具的英雄的话 这一件装备就非常的不错 这边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 非常期待米勒的女装 这个我向大家保证 两场比赛结束以后 米勒就会出现了 那么现在双方经济的话 因为一条小龙 所以稍微的拉开了一点 但影响不大 最关键其实中路瑞兹的发育 并不算得上是很好 补刀的话 也是因为一开始的支援 和刚刚的一次死亡的话 是落后的发条非常高 下路的话 大嘴的有蓝buff以后的 这个推线能力是非常的强 因为大嘴这个英雄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像一个是大嘴 一个是瑞加特 这两个英雄选出来的话 经常会把蓝buff让给他们 现在LM的肾是有大招的 而且瑞兹的传送也是就绪 我觉得他们可以下路强打一波 但是这也不能着急 还是要一定要看时机 如果说对方把线 稍微推过来那么一点 可以看那个三恰草丛 好像是有一个眼睛的 是的 可以绕后传一下 下路没有躺 如果现在拼发育的话 肯定是LM这边的 会更开心一点 因为他们需要发育的人 更加的多一些 我看到我们的观众 已经看出来 我是在黑地凉的 哎呀 真是太厉害了 我们好像没看懂 这个话 解释一下吧 这边是中路想强打一波 但刚刚这个 这个拉不是 没有往回拉到 是的 这里的话 甚至直接给了一个大伤 秒奥连纳 这边也是很果断地 交出了闪现 而且奥连纳现在的法伤 非常的低 所以说没什么输出 这里看一下 打进来 打出去了 闪现还没好 那应该是要交代了 是的 这个时间算得很好 这个时候正好是 蓝波大招 还有一点点时间 才CD好的一个时候 对 不然的话蓝波有大 其实在两人抓的时候 是有机会拼掉一个 是的 我觉得黄子打蓝波不太好打 就是因为 你放个大招 把他框进去 他就原地放一个大 是的 你也是没什么办法 这刚刚是蓝波闪现 今天只是娃娃跟弟娘的衣服 搞错了一下 是的 余姐说是白色 这里是想有机会 对不对 是不是想有机会 但是感觉大子这个小肉虫子 跑得实在是太慢了 太慢了 最主要的是他并没有出鞋子 发现余是裸了一个破败王者之刃 对 但他的伤害就很高了 而对面的话 我们看是一个草鞋 然后这里是先出了工作鞋 然后打算直接出无尽 现在确实无尽成了更多ADC的选择 你自己记得一段时间以前 基本上ADC连无线剑装备都不出的 基本上就是人人饮血 对 这里又想抢蓝 但是没有能够重抢到 小莲娃拿到了 最主要是不清楚 除了他们两个之外 他非常害怕 就是说ADC也在那个位置 如果知道的时候 他们两个的话 应该还是他可以敢尝试地抢一下的 这边我们看到上路的蓝薄 现在的发育 77个刀 77个刀的发育 而对面的黄子是63 但是黄子有两个助攻 并且的话有一条小龙进杖 所以说现在来讲 其实两边都是一个满军式的一个局面 关键要看团战怎么打 但是其实你初期打好了以后 对于WA这里的团战阵容 其实团战就更好打了 WA这边可以看到 WA已经是带到了一个药水 看来是决定想打开这个僵持的局面了 是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是发条也是做了这样一个女神之类 那么对于现在的一些 就是使用技能频繁的APC来说的话 女神之类是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一方面能够给他们一个蓝量 后面 先看这边 应该只要秒掉 这边他在放眼 被抓到了 一套技能就秒 是的 那现在的话距离小龙刷新呢 还有一分多钟 不过还好问题不是很大 刚刚说了就是说因为女神 因为就是天使之杖这件装备的话 他的一个其实成长到最后 他的一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的 特别是他那个盾 其实上很多的也会选择出魔切啊 是的 就是你觉得奥利安娜出魔切是不是也很优秀呢 至少目前来说还是没有看到过 我觉得出魔切还是很优秀的 因为魔切增加的一个输出确实还是不错的 对可以增加大概一百多点 比较就是玩得比较痛苦的时候 但是没有任何机会 反倒是自己要交了 他有个闪现 看看他跑不掉了 哎呀 这一波奥利安娜 应该说是刚好被蓝波这个大招给算计到了 这个大招丢了实在是太漂亮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比赛当中的话 计算对方是否有闪现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是的 没有闪现的话 像刚才这种情况 奥利安娜直接被秒 顺便带着胃交掉了 那这样的话小龙感觉非常的危险 而且这个胃关键是他有400 对 在十几分钟的时候掉一个400 现在对于打野还是很伤的 最关键的是刚刚才磕上去的 估计就排了一两个眼吧 排了估计三四个有的 但是 在小龙附近排了一下视野 结果情侣还死掉了 对 这个太尴尬了 那这样一波打完以后就比较的亏了 我们看到现在拿到小龙 RM的经济已经逐渐的赶超了上来 这一波所谓失误实在是太要命了 而且蓝波也很好地抓住了这样一波机会 然后现在的话 王子也并没有完全往肉装的 这样一个方向上出 而选择的 先选择一个残暴之地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她的这样一个装备应该是 就是配合着就是要直接突脸秒掉了 RM这边的一个核心 不然的话还是会选择肉装 出装会稳妥一点 但是说实话刚才的这种小规模的团战就看出蓝波这个英雄的恶心之处了 是 伤害和减速效果确实是太硬霸了 而这边的话 露露经过刚才那一波以后也顺先变得肥了起来 直接顶了一个400 但是我发现她是没有出公司装的 是的 对面的情侣是有公司的 可能到之后其实她的经济会落后一点点 但是怎么说呢 如果通过团队经济塔上面 对对对 可能可以弥补回来 而且她这边是直接出了一个大眼石 那这样的话在一段时间之内 她的假眼的消耗不是很大 然后千万也是因为小龙已经被拿了 所以说双方的话又回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平稳的这样一个补兵节奏 是的 那这边的话双方打了18分钟 但是忠祿瑞兹由于频繁的支援 补刀是比对面发条少了很多 是 而且感觉等级也很低 而且发条刷野的一个效率的话 是要比瑞兹强很多的 是的 瑞兹没有大招的话刷野的效率太低了 是 消耗也太大 这边是要帮瑞兹拿个篮 然后这边的话刚刚也是 秦宇是被迫的 被迫的是出了一个400 刚刚就说过对他的经济确实影响很大 但是没有办法 已经本身现在是已经是优势 是已经是没有了 这边瑞兹是传送了 好的那这里位又要死 又要死 面对三人的危险 漂亮 我也是闪现过去 好 但依旧还是交代了自己 关键这边的话是 还有维鲁斯这个位置并不是很好 顶达是非常自以赋量危险 现在奥迪安娜的话没有什么数 还可以 还可以 这个奥迪安娜就漂亮刚刚 一个双三 现在还是有闪现的 所以比较安全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边情侣也是刚刚吃掉了一个药水 由于是想去救队友 把自己也卖进去了 所以说不要再买400了 真的 现在WA已经是在很快速的时间里面 掉了两个400了 好 这一波团的话 算的应该是一波 应该是二换三 好 这里的话直接又掉了一波中路团了 这样的话经济的话RM已经成功的反超了 黄迪塔的数量也是领先了一个 而现在的话奥迪安娜这套出装的发育性非常的好 但在团战里面的爆发呢明显不足 但刚刚的话他还是配合上王子 依旧还是说是能够造成不少的一个输出 但很可惜的是 维鲁斯和琴女在那个位置有点尴尬 琴女一个控完之后 根本就没有人可以跟上他们的一个控制之后的一个输出 是的 这个我应该说什么呢 老公没空陪同 是的 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可以陪你一起来嘛 对不对 好 这边的话 好像又要被抓了 这应该是他刚刚是使用过Q技能了 所以说导致了这一次没有第一时间能够用Q技能来进行逃跑 他是先去打对面的四人帮被大嘴追着点了好几下 这下直击 回去又打自己的四人帮直接被追死 啊 还没有 他这边的节奏其实初期蛮好的 但是现在的话就有点拖了有点拖沓 是 其实应该在刚刚优势的时候应该选择果弹选择的打团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他们这样一个突脸性的话 其实逼迫团战的话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这里的话中路想直接再拿一拨中路的一塔 强行拿吗 这个塔的血量很少 应该能拿掉吧 但是肾的话同时也是在上路带掉了你们这边的上塔 现在经济的 应该说这两支队伍的对抗 从第一轮开始就是一个大龙之争 我觉得这把应该也是要到大龙了 领先的话这个肾就可以采取那种C分推的方式 是的 而且童违达也肾的发育现在是要比胃好很多 打 呃 用C1分推这样一种战术他最怕的就是说其他四个人对四个人的时候他居然打不过 这个时候才是最尴尬的一件事情 胃到大盘击 哎 这边是出其不意想借着露露现在这个400 对面是没有视野的 没有视野 是的 那这个可能性还非常高 我总觉得要出事 但是这边的话现在赶了过来这个速度感觉还可以有机会 这个万一被撞了 好 王子杰突了进来 啊 一个大招 然后这边的话 蓝波反手一击 啊 这边的话 这个大龙也帮助输出了不少 嗯 大龙把这个可怜的那个谁 哦 出现了 刚刚我看大龙突然消失了 我还以为被人被那个 黎明志祺这边给拿掉了 我看他两边都没有buff 我也觉得很奇怪 是的 是没有打掉 哎 桃波漂亮 秒掉 秒掉一个 维鲁斯 要死报了吗 要死报了吗 哎 不要小看奥利安大的风球能力 是 那这一步的话也不算太亏 双方是一个互换的一个三幻三 是的 可以说刚刚他还是说是 因为装备和等级啊稍微低了一些 所以打起来这个速度有点慢 再往后五分钟 可能这个M刚才那一波就拿下了 是的 而且刚才这一波的话 太适合蓝波的这样一个发挥了 在那种情况之下 大家刚才也可以看到 直接一个 前面直接一个大招 是皇子就直接死了 确实如果不是因为大龙是前面造成的 这样一个消耗的话那肯定这一这一波的话 平时CLM肯定可以打得不好 这边王子直接突进来 然后这一波的话是直接是 秒掉了对方的两个人 这一波是 而且这里大龙很给力 大龙先是打掉露露 然后又打死了 大龙是输出了很多下 对 然后这个时候大龙悄悄地捂住了脸 深藏宫鱼 是的 深藏宫鱼 然后这里就很漂亮了 这是一个反勾引 回声是嘲讽住了最后的三个人 给了大嘴一个很好的输出环境 是 最关键是这一次是 可是大嘴自己其实是站那个球太靠近了一点 对 然后被 运出也能点到了 是的 这里的话马上一波小龙团 声又嘲讽到三个人 最关键是大队里没有很有输出的环境 这个位跟队友隔得太远了 都被起火掉了 这一波的话依旧还是说是拿到了 给黎明之一拿到了小龙 是的 现在双方经济咬得很低 有一张是大龙没打掉 这是要继续大龙的节奏吗 因为对面打野死了 是的 那露露现在是没有 但是他那个 最关键是现在蓝波没有打招 这波有威胁 看看速度 看看速度 这个视野还是能保证啊 要什么要水啊 你看 这里大嘴不是依靠这大招 很好的在消耗吗 这个速度感觉有点太慢了 再打要出事的感觉啊 看这个眼睛你没办法 一定要硬来吗 还要打 好 黄方感觉有点脱节 已经过来了 发条一个大龙 大龙 完了完了完了 大龙还要溜天啊 接手这个大龙 WA是一波逆袭 果然这两个队打下来就是 最关键的就是大龙的点啊 我觉得这波打得太不棒了 他为什么要打大龙呢 不是这个问题 关键是一打就打完吧 那个就是未线还没过来 对啊 该放球时就放手啊 要么放手 要么直接就打完 刚才大龙的血量不算太多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蓝波 他刚刚已经有点骑虎难下 最关键的问题说是 这是越了两层塔 追了一个团面 没有 说实话 这一波真的是 LM打的莫名其妙 对的 就像WA第一把输掉时候的莫名其妙 是一样的 是一样一样的 刚才的那个状态 不管怎么样选 觉得他们打大龙 都没有特别大的优势 而且虽然已经是选 已经打了 就干脆打到底 最关键是他们一半人在里面 两个人在里面打着 剩下的人出去作战 然后你就下一个蓝波在里面 大龙 大龙觉得亏欠WA的太多了 所以这一局一次性还回来 这个伤害太恐怖了 然后大龙又在里面造成了 恐怖的一个输出 而且大龙还是没有回血 这是最关键的 是的 这个真的有点尴尬 太开心了好吗 WA现在觉得像 走到外面捡到钱包一样开心 谢谢你帮我打了那么多下 是的 然后我把这个大龙给收下了 其实发条开始出那个装备是有一点冒险的 前击的话是比较脱节的 哇 奥莲娜直接补出了制天使和法春杖 但是让他几波团战时拿到不少人头的话 现在这个装备打到越后期就越恐怖了 奥莲娜现在的装备太可怕了 制天使 然后帽子 法春 是 这个伤害的话应该是有600到700之间的 啊 没有那么多 500 500多 等级有点低 好 这个制天使之杖 他用了之后的话 在团战当中本身他这样一个全树装 对他来说 他的一个生存力是比较差的 但他这样有了制天使之后 他的生存力就得到大大的提高了 是的 好 这里是搞了个400 那这一波打完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经济瞬间反超了5000啊 这 真的假的 有这个消息吗 我也想问真的假的 好期待啊 本来还说是 就现在是就是黎明基这边是这样以冲脸 但我觉得现在 现在来说的话 他们即使不冲脸 就杀前面坦克 互换坦克的话 我觉得现在他们大大也这样有优势 因为八条的伤害实在太高了 坦克完全就扛不住 我觉得现在LM就是那种比较尴尬的情况 如果说让剩一个人去带线 四个人打四个人 四个人的情况是 那就疯了 对这种团战阵容怎么打 他们非常的注意 因为对方的这样一个位移的英雄很多 所以说导致的他们很容易 很容易就是说是一波 就把后排对就LM的后排给秒了 是的 这里放了个大招没有能够大到 空大了一下 而且关键是 硬开团 硬开团 三个人 这个大招流太完美了 大腿的话也没有机会进行更多的一个输出的 这边的话 发条是空大了 发条空大了 这是机会吗 但是 但是发条是确实说也很可怕 在有的大龙霸和本身的这样一个 就发个可怕装备情况下的话 依旧还是说是要被带走 好 这边那是已经无路可逃了 然后大腿的话能不能跑掉 哎 瑞兹还没死啊 肯定死啊 这边还是继续给自己加速 还想追一追 这一波打了一个零换四啊 这一波是维鲁斯和这一个发条 两个人全部空大 但依旧还是换打了个零比四 所以说团战阵容太可怕了 最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发条发挥的这样一个作用 关键事情还能够发现一点就是 黄子和瑞全都是能够具备硬开团能力的英雄 是的 他们占据了优势以后是不给你机会去poke呀什么的 没那么多事 而且刚刚黎明这一岛也非常的漂亮 因为为什么 他们并没有选择直接全部去突脸后排 而选择直接把前排能杀水就杀水 杀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现在发条有法穿杖的话 其实打击一台也没有那么难 前面说过的他的一个现实实在太高了 现在发条打谁都很疼 是 一个QW的话 这个造成的一个伤害太可怕了 然后留个大招专门对付大嘴 或者是瑞兹 这边我们看一下人头比14比18 WA黎明之一现在领先的LWM是比较的多 他现在 传送过来的 但是 你真的要来吗 拼一枪啊 这个决定是拼一枪啊 有想法 不过现在这个 你们状态不太好想顺势推一推吗 是的 现在瑞兹这个装备的话 还是有点 有点差的 瑞兹现在这套装备 直接在团队里面 依然能够提供不错的输出 但是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输出环境 如果他现在有那个 他也做出制天使之后的话 可能现在就好多了 对 但他没有 他比发条装备处的速度实在是慢得多 而且这边剩的话是出了一个冰锤 其实他如果带线的话 出日盐会更加好一点 冰锤这个东西确实太贵了 但他加的效果确实不错 这样的话一个700点的血量 在现在狂徒涨价的情况之下 这个东西还不够 我觉得他出这个冰锤 还真不如出一个那个 波恩壁垒 其实出冰锤的话并不是为 反正我们这里的感觉就是 反正他出冰锤就错了 别管他出什么 发条这个英雄还是很被那个 军团队这种东西给限制的 是的 如果说对方出两个这种东西 就极其影响他的团队里的输出 对的 他出那个冰锤的这样一个效果 不是为了说是带线什么 他就是为了防止对面冲大队 他就是不停地这样一个进行一个减速 是这样的 这边的话就被一波打扫 直接两个人叽叽 哇 现在 他们这种装备对于 这种高法穿的发条来说 基本上就是一层秒 对的 基本上没穿衣服一样 中路告破之后 这上路也要告破了 是的 这一波直接强势的推进 虽然说 WA这里都没有大招了 但是 无所谓 小招就能够对付他们了 不过这里 兰博这个大招清兵 这些太恐怖了 好不容易 养了一波兵线 瞬间就没有了 你看 你看他发条一个QW 这个兰博已经是犯血了 是的 哎 这小兵太给力了 强行打掉上路塔 因为现在皇子手里 还捏着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的话 依然能够保证 他们这波团战 不会被对手打一个反手 大龙刷了 大龙刷了 如果要没能够在 团战的一开始 就秒掉发条的话 这波团战 不管怎么打都很难 难道这波大龙 要被反响回去吗 好 这回他们很乖 没有以前就打这个大龙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WA现在所有的队员说 大龙这个东西 我一辈子不会碰 哇 这个伤害 小丑面具 加上法穿杖 再加法穿鞋 关键是我要知道 奥连娜这波回家 又会补出什么样 恐怖的装备 可能要直接补一个中亚了 可能很有可能 中亚就补出来了 我觉得他出了中亚之后 感觉打团战 赢的希望就很小 太渺茫了 现在突都突不死 他既有这样一个治天使 又如果再补出个中亚来说 他的一个团战中 他技能至少能放个四五靠 那还是计算他对方 全都在冲他脸的时候 是的 那这样的话 你还要计算队友 能够造成多大的伤害 对的 不可能 而且本身来说的话 LM这边就没有什么一个 冲脸特别厉害的阵容 是的 所以说LM这里的阵容太软了 开局的时候就说过了 没有开团英雄 反而对面的阵容相当的硬 我觉得他们开局的时候 打的没有那么强势 他们其实可以利用 圣的大招跟瑞兹的大招 多打一下 以多打扫这种 是的 刷人的干个强行 有道理 你刚刚说的什么 他们不是永远不碰小龙吗 大龙 大龙吗 这么大优势的 你看他们要被抢了 你看吧 是吗 圣权送的过来 这边瑞兹的话 自己要被秒差掉了 天哪 优势实在太大了 然后这边的话 要跟大队单挑 大队的输出还是不错的 但是 差一点点 自爆来了 没有拆到 发奖这波是回去 还没能装装备 这个发奖的伤害 确实是太高了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Q 一套的配合大招 然后再一个QW 就把大队给收掉 大队还是看着屏障的还是 是的 然后这边的话 直接是想要一波了 黑狗03退出了游戏 那么恭喜 WA是赢下一局比赛 是的 恭喜WA 现在这两队 双方交手是一比一比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